大家好,我是薇薇 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罗志祥的多人运动被揭发之后 舆论都在批判 有一个台湾的女歌手却逆风转发了一篇挺罗文 引发了网友的一片暴雨般的骂声 这位女歌手不是别人 正是著名的SHE的女团成员 近年来以小幸运、灵魂伴侣、魔鬼中的天使等歌曲 再度翻红的天福真 在骂罗志祥已成为政治正确的节点 天福真、卫毛、韧性的挺罗 这要从SHE的情史说起 2000年 17岁的新竹女孩天福真 参加宇宙2000、十丽美少女选拔大赛之后 与来自台北的任佳轩、屏东的陈佳化 共同签约华言国际音乐组成了女子团体SHE SHE不仅是英文它的三个字母 也不仅是三个英文艺名的首字母的缩写 而是代表着三种美好的品质 温柔、S、自信、H、勇敢、E 尽管团体名称既高大上又很接地气 但是这三人参加比赛的初衷却很无厘头 19岁的任佳轩是为了替年幼的妹妹上台见偶像吴宗健要签名 同样19岁的陈佳化则是冲着比赛奖金而来 他计划拿到的钱就给家里买张新沙发 17岁的田福真也不是因为音乐梦想而来 他说完全就是为了赢那一万块钱的奖金 就这样三个普通纸籍的邻家女孩却阴差阳错地实现了高中低音的完美互补 性格和形象方面三人也是各有千秋 凑一起丰富多彩 青春亮丽非常的引人入胜 2001年SHE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终于面世 公司很重视 特意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也就是9月11号这天举办了新专辑的发布会 结果就在当天 震惊全球的911事件爆发了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 SHE的新专辑报道 很快被铺田盖的911所淹没 作为新人团体没有粉丝打call 没有刷榜排名 没有新闻炒作 按照现在的逻辑SHE出师不利 首张专辑岂不就是要凉凉了吗 事实是 女生宿舍发行不到一周 台湾销量就突破5万张 最后全亚洲累计销售75万张 斩获了台湾各大歌曲榜单的 女子组合新人冠军 也就是说祖师爷赏饭吃 SHE在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 单靠专辑发行就一炮而红 这一年22的新北小伙周杰伦 也抱着适时看的心态 把一首曾经写给张辉妹 但被拒绝的双截棍 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范特西中 想不到的是这首歌词都听不清楚的音乐作品 却以其天马行空 曲风迥异的特质迅速的红遍了东南亚 周杰伦还没准备好 就一脚的踏进了小天王的大门 这一年SHE和周杰伦奔走在了各大的领奖台上 自然不可避免的会经常的碰面 一来二去22岁的周杰伦就对18岁的林家小妹 田富珍动了情 为他写了一首热带雨林 还拉上方文山一起来填词 热带雨林收录了SHE第二张专辑 成为销量冠军 只可惜 黑比田富珍并不领情 因为那时的他早已心有所述 田富珍当时喜欢的是一位个性十足 野马般的圈外男 每逢假日他就搭火车去桃园会男友 但男友不懂连向西域尝试过头 让他在车站空等 害他几次情绪崩溃大哭 周杰伦眼看要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就在前辈吴宗献的指点下 跟比自己小一岁的蔡依林拍拖 不久田富珍失恋回头找周杰伦 才发现他已跟蔡依林搞到了一起 于是就找了位学生男作为替补选手 田富珍与周杰伦就这样完美的错过了 但是两人的缘分 兜兜转转之后还有精彩的续集 SHE发行首张专辑展露头角之后 公司趁着打铁 在当年就为三人安排了一部台湾的偶像剧 爱情大魔咒 戏拍完之后 20岁的Ella陈佳化 暗恋上剧中的男主角 22岁的蓝正龙 然而蓝正龙阳光帅气 当时是很多女生的梦中情人 刚被男友劈腿的陈佳化 正要壮着胆子去表白 忽然半路冒出了大S 不由分说 就被夺去了蓝正龙正牌女友的宝座 作为爱情海洋中的一级冲浪选手 大S对蓝正龙实施的是一级的防御 连吻戏都不允许拍 完全不留一点的机会给竞争对手 暗恋受挫的陈佳化 只好在下一部剧中享受激情 2003年22岁的陈佳化主演偶像剧《薔薇之恋》 与剧中同岁的男主角黄志伟 拍起了大尺度的床戏 南模冠军出身的黄志伟 让陈佳化忘经到肩带落滑了 也浑然不知 两人的激情戏码太过于投入 引人遐想 终于传出了绯闻 贾小资陈佳化像是被点开了桃花穴道 不仅撩起了男一号 还成功引起了剧中的男二 21岁的郑远唱的好感 两人公开场合是 肢体的亲密 暧昧不清 也被传出了绯闻 陈佳化主演的这部《薔薇之恋》 斩获金钟奖 年度最受欢迎的戏剧节目奖 三人合体更是自带超魔力 每张专辑 每部戏剧都是大满贯 短短三年 SH红遍全世界的华人区 成名后的三人 开始转型拍性感的写真 随着同体的大胆的展露 他们的恋爱之路也被大放一彩 特别是得意的露出乳沟 打通桃花穴道的陈佳化 2004年 23岁的陈佳化 遇上了21岁的上海歌手胡彦斌 两人性格相惜 绯闻就像陈佳化挤出的乳沟一样 呼之欲出 不过面对不解风情的胡彦斌 两人的吸引力垫里 也就够玩上几盘的俄罗斯方块而已 2005年 24岁的陈佳化在跳舞时 产生了露大腿的爱好 并成功和男伴摩擦出 两人合体在演唱会上大跳贴身热舞 赢得歌迷频频发出了尖叫 SHE的其他两姐妹也不甘寂寞 2005年 24岁的Selina 任佳轩把自己的感情 抛向了26岁的铁肾 高职毕业生罗志祥 并不顾父亲的反对 与罗志祥出国旅游发展恋情 这个时候的罗志祥 已经开始了多人运动的前撰片 与任佳轩交往的同时 还与蔡依林大玩暧昧 在蔡依林与周杰伦分手之际 趁虚而入 化身暖男 夜访相归 斗气开心 蔡依林 罗志祥 任佳轩的三角关系 闹得很不愉快 以致任佳轩的女团姐妹 陈佳化 也与罗志祥 结下了梁子 后来当罗志祥主动 与任佳轩 兵士前嫌的时候 任佳轩却又沦陷在了 黄子娇的温情攻势下 搞出了地下情 两男一女的三角绯闻 乱哄哄的满天飞 罗志祥终于被骰 任佳轩的父亲很高兴 还对记者说 这又不是什么 作奸犯科的事情 她长大了 有智慧去面对 倒是任佳轩的 另一位姐妹 田富珍 对罗志祥表示同情 似为她多年后的挺罗 埋下了伏笔 一向文静世人的田富珍 在选择恋爱对象的时候 确是SH三人当中 最重口味的一位 2006年23岁的田富珍 与电视剧《爱情大魔咒》的导演 40岁的纽承泽 暗生情愫 绯闻像海浪 传了前浪传后浪 还被记者拍到了车站世界 三位女生爱情视野双丰收 不但发展为影视歌 三期艺人 香港红馆 连开演唱会 还代言了海量的商品 出道四年赚钱上亿 被称为行走的印钞机 最佳的抢钱团体 有了事业和金钱滋养 西智林家小秘的田富珍 逐渐的长大 舞台上的她 出具女神光芒 大放异彩 让曾经与她遗憾错过的周杰伦 都止不住再次心痒痒 2006年的5月 周杰伦和侯佩岑 被传出感情破裂 6月就迫不及待的与田富珍展开了续集 深夜探访 伦敦夜晚 英国晋升 两人平平的私会 绯闻传的是沸沸扬扬 周杰伦不仅为田富珍再次写歌 还把她写进自己的歌里 让她主演了MV退后 在周董的亲身的调教下 田富珍成为SH三姐妹中最会唱的歌机 只是她与周杰伦的恋情 在激情火花之后就如歌名一样遭遇了退后 周杰伦后来在公开场合谈及田富珍时 很帅真的评价她为人太直帅 自己不喜欢 情商在深的田富珍上节目做客的时候 坦言最恨男友的劈腿 此时一旁的好姐妹陈佳化也感同身受 连声附和 在被劈腿中磨练出一身功力的陈佳化 乳沟再也不用挤了 直接突围成一把力气 2007年26岁的陈佳化与28岁的吴尊合作 花样少年少女时 以C杯之凶器成功与其摩擦出绯闻 但吴尊是性情中人 再次大谈性生活的活动当中 又和当场整理文兄的张绍涵来了电 陈佳化又被劈腿 忧伤的拍拍胸前的灰尘 再次主动的出击 目标瞄准了下一位 因主演命中注定我爱你 而窜红的29岁小生陈楚河 两人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偶然的相识 结果是一见如故 相见后晚 很快的就合体玩起了俄罗斯方块 恋爱后的陈佳化一度把陈楚河当成了真爱 甘愿当他身后的小女人 可是陈楚河却因为受不了申辩 小女人之后的陈佳化 于是快刀斩乱麻 提出了分手 难忘旧情的陈佳化 在2008年借着媒体隔空喊话 忘不了上一段恋情 如果前男友开口 我会和他复合 就算当时我有男友了 也愿意为了他和现男友分手 一番真情告白 我见有脸 于是两人爱火 重燃 再补一曲 递下情 可惜好景不长 不出两月 陈楚河的正牌女友回归 陈佳化再次被踢出局 被甩后的陈佳化却毫不气馁 越挫越勇 直接将目标升级到了口味不同的腊肉男 2007年26岁的陈佳化 恋上比自己大10岁 有过一次婚姻的音乐人陈希 36岁的陈希内敛稳定 恋爱脑上身的陈佳化 又以为遇上了真命天子 开始变得很着急 急着掌控恋情 急着登堂入室 这一集就让陈希慌了神 于是他开始逃离 67天之后 再一次陈佳化电话长港当中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最终决定分手 台前自信酷帅的陈佳化 内心是千疮百孔 距离他攀上幸福的巅峰 还得再经历一次劈腿事件 与此同时 号称是超强法典籍的田富珍 则陷入到了绯闻对象不设限 男女同志的双性恋的八卦当中 一边是平平暧昧同框的绯闻男友 一边是亲密无间 令人遐想的同性女友 相较于陈佳化和田富珍的激情岁月 任佳轩则平静地接受家庭安排 在2008年结识了前立委张世良之子 大自欺九岁的律师张成忠 尽管初次见面的人佳轩 对张成忠并不来电 但张成忠的硕士高学历 成熟稳正风 收获了任佳的一致赞成票 交往之后 张成忠的见多识广 让任佳轩很快地折服 任佳轩的撒娇 闹小情绪的公主病 也被张成忠无条件地包容 任佳轩很快地陷入到了张成忠的恋爱攻势下 两人平平地约会 被媒体捕捉到了不少亲密同框的画面 听闻了任佳轩的新绯闻 曾因高职学历被任爸爸开除 嫌弃的罗志祥 心生促意大受刺激 还在禁欲期的罗志祥 把泰国白龙王的告诫抛之脑后 报复性地搞起了多人运动 在任佳轩忙着与律师男友张成忠热恋时 陈佳话也进水楼台 跟着卷入了桃花池 与张成忠的好友金融界小开 罗世义谈起了恋爱 2010年5月29岁的任佳轩 收获38岁男友张成忠的演唱会 现场求婚 当场激动落泪 据说哭到腿软跪地 而情怒不顺的陈佳话 却再次被劈腿这个魔咒劈中 交往一年之后 男友赵世义劈腿偷欢被抓包 这一年29岁的陈佳话 已经及其十枚劈腿男 但却还在寻找真爱之路上 苦苦的跋涉 除了寻找真爱 这个时候SH三姐妹 也将开启各自打怪升级的 视野进阶之路 2010年SH在发行了第12张专辑之后 命运分叉 开始以单飞不解散的模式 各自发展演艺视野 田富珍主攻歌唱视野 陈佳话主攻综艺和演戏 任佳轩则主攻主持和演戏 并很快地接演了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但正是这部剧的一场爆破戏 让任佳轩经历了一次 人间炼狱留下了一辈子的牢记 这场爆破戏因拍摄的场地失控 大火缭绕 来不及逃离现场的任佳轩发生了意外 导致全身的皮肤灼伤面积达54% 金鹤尖舞台上闪烁的星光灰飞烟灭 29岁的任佳轩变成了一个全身动弹不得的重伤病人 治疗过程痛苦不已 丑陋不堪 绝望中的希望之火 除了家人和姐妹 还有曾经向任佳轩求婚的张成忠 他细心照顾不离不弃 感叹自己的命是男友张成忠救回来的人佳轩 在2011年10月31号 自己30岁生日的当天 与张成忠在台北市喜来登饭店举行婚礼 两人婚礼席开了88桌 请来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证婚 政商名流云集极大喜悦 之而婚礼上却出现了格外耐人寻味的一幕 新人起立时 张成忠不顾新婚妻子伤未全好的尴尬处境 竟抽手而出 独自占你鼓掌 而任佳轩则艰难的笨拙的撑着座椅 想要一同站起 这一幕被SH1粉丝解读为张成忠不顾爱的证据 并扒出了张成忠在任佳轩养伤期间 高调出书讲述陪护他附件的心路历程 进而指出他与任佳轩一起 目的就是想红 婚后的张成忠却接过父亲的一波 参选台湾地区立委 这位两人后续的离婚买下了伏笔 单飞后的田富珍出师大姐 首推的寂寞寂寞就好了 获得了最佳音乐录影带 第二张专辑又获得了金曲奖 最佳国语女歌手 最佳国语专辑等七项提名 音乐会更是一场接着一场 今夜乐坛的田富珍荣获小天后 魅力全看的田富珍 也引来了一阵的狂风浪蝶 新加坡音乐小天才 比他大两岁的林俊杰 在一场演唱会高调向他示爱 然后田富珍就成了林俊杰 十几年当中一直想追 却又追不到的白月光女神 另一边的陈佳化 则在一次聚会中 偶然相识 比自己大五岁的马来西亚富商 赖思祥 密恋两个月之后 于2012年1月宣布了婚讯 31岁的陈佳化 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他追求真爱的态度真的很然 婚后的陈佳化续起了长发 变身性感淑女人妻 并在2016年微博晒照 成人怀孕 四年产子 就在陈佳化收获自己幸福之时 35岁的人嘉轩 与44岁的张成忠 被男方借名拉票 叶慧新女郎等一波波的冷冷冰雨激咒 最终曲终人赛 于同年的4月结束5年婚姻 在粉丝一片的声讨声中 张成忠成为了借名妻生金淡的图谋不轨者 在粉丝一片的声讨中 张成忠成为了借名妻生金淡的图谋不轨者 而田富珍前期在脸书发表的 你不是男人甚至不是人的言论中 也被曝是指张成忠 2018年SH出道17周年演唱会在台北举行 音浪翻滚 生子归来的陈佳化 经历火吻和离婚重生的任嘉轩 以及陷入低配版王妃评论黑洞里的田富珍 感叹着春去秋来 吟唱着悲欢离合 成功鼓起了粉丝们怀旧的眼泪 然而高潮时刻 现场却意外出现了歌曲的原声 曾经金曲奖拿到手软 享誉国内外的中国第一女团 SH在粉丝的吐槽下 陷入了假唱的风波 这一年 与华言和约到期的三人 均选择不续约 果断离开 各自成立新的演艺公司 作为商业上最成功的女团代表 SH的作品曾如空气一样 渗透到了时代的每个角落 实在是难以复制的娱乐现象 而如今新出发的三个人 还能在演艺事业上缔造新的神话吗 神不神话上帝说了算 作为吃瓜群众 我们只关心 37岁的田富珍和39岁的人家轩 何时能在自己波澜壮阔的情史上 画上一个句号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